我現在才插播一首剛剛得到訊息啊 現在國安會認證實喔 蔡英文過境這個美國的時候 老共竟然發一人一百美金的走路 兩百美金的走路工 然後呢 去抗議蔡英文的欸 史玉姐妳幫我們補充一下 事實上上一次蔡英文總統在過境 這什麼沒隨本的事情啊 她就已經發錢 但是這一次喔 花大錢 這一次是兩百 韓國很有錢 大家不要忘了 我們要生氣 是你們習近平講的啊 中國站起來了 中國富起來了 現在是中國強起來了 幹嘛要否認 你這樣子違逆習近平不太好吧 好 那所以這一次呢 他們就用重金 而且呢 兩百美金是六千塊 我們聽錯 一天兩百美金 而且不含時速交通欸 就是外交欸 對 極權國家出手很大方欸 她的目的 我們嫌疑兩百台幣就差不多了 果然就是 她就是要重金之賞 然後希望你們來的人越來越多 因為大家都想賺 哇 莫名其妙 天上掉下來這筆錢嘛 對 然後所以呢 他們就用這個方式來 讓中國的這些僑民 然後在那邊抗議 然後讓那個畫面的呈現說 一邊在那邊 我愛蔡英文 可是另外一邊就在那邊反對蔡英文 還要製造出這樣的效果啦 那事實上這也不是新鮮事 除了這種比較低階 用錢來買的這種方式之外 其實我們的國安單位啊 陸委會啦 國安會啊等等 國防部啊 其實他們 都密切的在關注各個領域 可能老共的一些動作 就是我們也都做好了 各式各樣的準備 因為老共瘋起來的時候 誰也沒辦法 就是他時不時的就會瘋 我常常覺得說 他們的敏感帶很多啦 就是什麼東西都會跳起來 跳起來 感覺他的交感神經 有一點太過發達 應該要去看個醫生比較好 否則你這樣沒事 跳起來 其實對身體健康 也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好 那蔡英文的出訪過境 其實剛剛都已經講了嘛 他的時間拉長 建的層級變高 我覺得因為他是 中華民國總統 他走出去 創造 墊下的那個基礎 是一直在往上爬樓梯啦 每一次出訪就是爬 爬一階爬兩階爬一階爬兩階 這樣子爬上去 等於是我們在軟土深掘 中國的紅線 那在這種基礎之下 他創下了這樣子的高度之後 未來不管是誰當總統 你就是奠基在 蔡英文創造的高度上面 再持續地爬樓梯爬樓梯爬 你確定 如果是侯友宜怎麼辦 應該不會是他啦 如果是韓國瑜怎麼辦 也應該不會是他啦 朱英文你要記得喔 我是朱家軍嘛 也就是說我覺得 那個創造出來的成果 都是全體台灣人的 是全中華民國的 所以他能夠創下多高的樓梯 這件事情大家都應該要給掌聲 大家都應該要給他喝彩 所以呢如果你覺得 啊那可惡 怎麼都是民進黨政府 去創下這些成績 然後你就要跟中國小粉紅 站在一起的話 我覺得是得不償失啦 這一次蔡英文總統去美國 一定會出招嘛 老公一定會出招 我們先看看老公說什麼 欸蔡英文會麥卡錫 中國說採取措施堅決回擊啊 欸朱鳳梨多氣啊 他說蔡英文如果與麥卡錫接觸 將是又一起嚴重違反 一個中國原則和損害 中國主權跟領土完整的措施啊 我們會堅決的回擊 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說 中方已經多次就 蔡英文過進美國 向美國提出的交涉 可是問題是喔 很有趣喔 其實這是一個三方的角力 是個美中台三方的角力 你看喔 外交突破與不能說破 蔡英文總統的 過境外交的 美中台三方五步 第一個 蔡英文爭取台美 過境外交的最高規格 為什麼 因為時間 剛剛冠林有講 時間比過去都來得多 第二件事喔 與麥卡錫首次在美國見面 借力實力 進一步強化美國國會的 互台意志 所以主席姐這很兩難啊 你要突破 又不能說破 這是很難的狀況 可是我們到底 最後結果會怎麼樣呢 我覺得其實 從這一次的 這個行程的安排 首先我們可以 應該這樣講啦 中國會 這是一定的 因為過去其實 小英總統也不是第一次出訪了 那這次時刻會這麼久 是因為剛好受到疫情的影響 沒錯 包括台灣也面臨了 這疫情的考驗 你不可能說總統 還特別出訪 那還要坐鎮在國內 那隨著疫情 開始解封之後 那當然 我們必須要再進一步的 尤其在這一陣子以來 我們看到其實 美國之外的其他的友方 是接連來台 大家應該都還記得嘛 前幾天在立法院 你要知道所有民進黨 包括朝野立委 都變成了 你知道自拍高手 大家都要跟這個 捷克的議長 艾達莫娃拍照 要來一張自拍高手 他長得很高 真的你知道 一秒就被他圈粉 真的是氣度外型 但是不是說 因為他長得漂亮被圈粉 而是你看他在 國會當中在演說 他要講的是什麼 他要告訴所有的 台灣民眾 以及國會議員等等 台灣民眾 你不孤單 我們會站出來相挺你 我還記得上個禮拜 在我們的節目當中 我也跟鄭浩說過嘛 那個德國首位25年來 部長級的這個外長 也力臨了台灣 只是這樣的訊息 沒有特別的被注意到 事實上過去在歐洲很多國家 他們雖然說 這個民意機關的代表 來很正常 可是官員來是很少的 因為這是攸關到 這個邦交國之間的這個約定 所以他們特別派部長來 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麼也就是說 其實不只是我們有很多外賓 一團一團來 包括總統的出訪 在很多規格領域上面 其實都是讓你看 然後我們不說破 因為不說破還有一個重點是 中國他一定會想盡辦法 讓你吃乖子嘛 對 所以說我們當然沒有辦法 先去預告說我們可能要見誰 因為畢竟在中國他們也有很強大的 這個遊說的力量 包括他們的外交動作 但是可以確定的是 像這種一團一團跟著來的 包括每家的議員在四月底 也會很快的 加拿大的國會的代表團 四月中會來訪問台灣 那麼他們也特別表示說 這一次訪問最重要的就是 要來聲援遭受北京威脅的台灣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面對這個中國對於台灣的威脅 就像正好你剛剛說的 它是美 中 台 那麼尤其是中國跟美國之間 他們也會在國際社會上做角力 這是真的 比如說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一個新聞 如果沒有沒關係 但是我這邊要跟我們所有 現在在線上的好朋友 大概將近七千位好朋友 先刷一排掌聲 為什麼 我們先鼓勵一下 美國他們綜藝院已經通過了掌聲 就是確定中國已經不是開發中的國家 他們已經真的成為強國了 我知道線上可能有很多小粉紅 來 給他們一個掌聲 為什麼要給他們掌聲 來刷一排掌聲 為什麼呢 了不起的中國現在是開發中的國家了 已經是已開發國家 中國站起來了 真的 真的是強國了 但是為什麼美國要通過這個 這個齁 你要知道很奇怪喔 他們被讚美成是已開發國家 不是開發中國家 沒有想到中國的網友居然很美送耶 憤恨不平耶 他說什麼 這明明是美國打壓中國的一個手段 連環球時報都不敢接受這個榮譽 他們為什麼不敢 你看看 現場一堆掌聲 但是他們居然說 看來他們太擔心中國的發展 就想要被表揚又不敢表揚 因為這個確實是齁 實則拿到面子 但是理智卻輸掉 因為我幫大家特別整理了一下 就像我們 你意思是說美國居心叵測 把中國認定為開發中的國家 跟已開發中的國家 是不一樣的 是有不一樣的待遇的 對我特別來幫大家整理一下 這個看門道也要 也要知道裡面到底發生什麼事 看熱鬧也要看門道 對於世界各國國際組織來講 對於開發中的國家 那就是你還在發展中嘛 所以我們必須要給予一些協助 跟幫忙 關稅比較少 所以說 比如世界銀行就可以提供 低利息的貸款 給這種開發中的國家 讓它去發展 中國沒有低利貸款 再來 對於發展中的國家呢 也要給予一些援助的任務 就是說因為你是弱的 我要幫助你嘛 但是如果你是強的 那我就不用幫助你了 還有在WTO的框架底下呢 一些不對等的關稅 那麼會取消部分是發展中的國家 給你一些關稅的優惠 但如果你是已開發的國家 Sorry 你也沒有關稅上面的優惠了 還有有一些區域的這種貿易保障 跟保護也沒有了 再來呢 就是說它會有一些市場准入的進度 就是發展中的國家 會享有你可以有一些無限制的資本 或者是貨品 進入到一些已經開發國家的市場 那麼沒關係 因為中國你已開發嘛 全國嘛 所以你市場很大 就像你們自己的小粉紅網友所講的啊 你有14億人口 你市場很大 是應該你要打開你的市場 讓沒有開發的國家來進去 言下之意 為什麼你看中國得到了面子 但是現在居然不敢承認自己是強國耶 但是我必須要講這個關鍵就是 美國的這個共和黨的議員 金英玉他就講了 中國呢 他是藉由過去開發中的國家的定位 可以向國際組織來申請低利的援助跟貸款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他又自詩我是強國 所以他就花了很多這些低利貸款的錢 進入了別人真正是開發中的國家 去高額補助人家的基礎建設 去搶人家的路 搶人家的港 然後呢 就是這邊拿錢 然後去把人家的一帶一路的方式 把人家給搞壞 所以現在你的兩手策略已經被看穿了 所以我要講的是 當中國你不斷不斷的 在透過這個不只是武器 軍武上面的去霸凌人家之外 你還要用經濟的方式去霸凌人家 欸不好意思 你這個霸凌人家 黑暗榮耀大家都有看到啦 這個霸凌者必定會遭天譴 那現在呢 欸不好意思 世界各國都看到 既然你們是強國 就不要在那邊假裝 然後想好處 可是又去霸凌人家 沒有錯 中國真的是強國 所以中國強國的話 我就要加你的稅 取消你的優惠 所以中國真的站起來 看你能站多久 會不會馬上就跌下來